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李子柒海内海外两面开花不同 老高与小莫虽然在海外有着巨大的粉丝群体 但是在国内却遭封杀 在油管上拥有百万订阅量的老高和小莫 为什么在国内无法拥有自己的视频账号呢 又为什么会遭到众多中国家长的抵制呢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油管最红的夫妻老高和小莫 老高和小莫是在YouTube上注册的一个视频账号 拥有着上百万的订阅量 视频主要是讲述一些怪力乱神 宇宙都市传说量子力学之类的内容 而视频的主人公则是老高和小莫 老高作为视频的主讲人 小莫作为颜值和插科打魂的担当 不同于一本正经的科普类视频 老高的视频中虽然也有大量的科学元素 但是因为老高自身憨厚老实的长相 和轻松有趣的说话方式 让人觉得听他讲解这种深色的科学知识 就像和身边的好朋友闲聊八卦一样舒服 再加上小莫偶尔突如其来的提问 也使得本该严谨的主题 瞬间变得欢乐了许多 因此两人逐渐在油管上受到关注 他们的频道在三个月内突破十万人次订阅 十个月突破百万订阅 甚至视频还出现在蔡依林的MV之中 老高还和肖敬腾作为主唱的狮子 拉影乐队合作过一期关于音乐的视频 老高和小莫成为了油管上著名的夫妻档 但其实一开始 老高在YouTube上做的是游戏视频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 没什么人关注 后来因为小莫每天晚上要听睡前故事 所以老高为了哄小莫睡觉 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奇闻意识 时间长了 他觉得不如把讲给小莫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便说服小莫尝试和他边拍视频边听故事 也正因为如此在老高的视频里面 粉丝们经常能够见到这对年轻夫妇撒狗粮 每次小莫提问的时候 老高都会一脸深情地凝视着小莫的脸 即使小莫的问题再无厘同 他都是宠溺地给他解答 经常关注他们视频的粉丝会了解 老高来自东北 而小莫是内蒙古人 两人是通过朋友介绍才认识的 刚开始朋友和老高介绍小莫的时候 说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姑娘 所以你就多说一点 当时老高就在心里想 说话这不是我强项吗 缘分或许从这一刻就命中注定了 在见到小莫的第一眼 老高情根深重 于是他把自己能说会道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可能太过于热情 刚开始的时候小莫被他吓了一跳 第一次见面 老高并没有给小莫留下好印象 后来老高请求朋友帮忙 在他的死缠烂打下 老高又带着小莫去了一次东京迪士尼 在这一次的约会中 老高做了充足的准备 两人也确立了情侣关系 从他们的日常视频中 不难发现两人的恩爱 小莫会时不时地记录下 他们各种奇奇怪怪的测评 有的时候再加测评 用和牛来吃日本最常见的寿洗锅 有时在野外测评 用什么方式生活最方便 除了测评之外 小莫还会经常性地整骨老高 尤其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整骨 有一次 小莫带着家里的宠物狗 力气去洗澡 回来的时候却把狗狗吊包了 结果老高开始斗力气 却发现不对劲 于是开始问小莫 你是不是领错狗了 斗得小莫笑倒在地 如此有趣的夫妻日常 让不少粉丝大喊 快生个孩子 拍一家四口的幸福日常吧 对于粉丝的这个要求 老高在视频中回复到 自己是个丁克 也许是拍摄多了稀奇古怪的内容 老高的解释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表示不想生孩子 是因为他想知道未来人存不存在 如果未来人存在 那么他的后代 一定会从未来穿越到现在 阻止他这个丁克的想法 其实对于老高和小莫来讲 或许孩子并不是人生的必须 一狗两人三餐足矣 如果说老高和小莫 是凭借着两人的甜蜜互动 爆火油管的 未免有些偏颇 在油管上 夫妻档情侣档的视频比比皆是 比老高和小莫甜蜜的也大有人在 为什么老高和小莫的视频火了呢 这和老高的用心是离不开的 老高每期视频的选题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比如大洪水 泥笔鲁星 外星人等等 他的选题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几乎你感兴趣的话题 他都能给你挖出来 而且针对选题 老高会做好充分的背调 比如被各种名人的书籍 以及查阅各种资料来为自己的观点添加证据的 除此之外 相比于生搬硬套 强加观点 老高在讲述的时候 更倾向于将自己手上拥有的资料整合起来 然后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观众 至于故事的真伪 那就需要留给观众自行查证 这也就使得他的视频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 又留有了遐想的空间 除此之外 老高和小莫的默契配合也是他们视频中最大的亮点 或许是东北人自带的幽默气质 在视频里面 两个人的配合就像是说相声一样 老高是捧梗 小莫是逗梗 有的时候 观众刚开始怀疑老高的言论是否正确的时候 小莫突然插进了一句话 就能将观众从思考中释放出来 即使有的时候他们做的是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 但是两个人一边讲解内容 一边插歌打魂 一边撒狗粮 也就让粉丝们来不及严肃了 此外 老高从一开始就把视频定位成是一个讲故事的频道 因此很多人都是带着听故事的心态 去听他讲解那些科学知识 并不会过度深究他的观点是否正确 只要故事足够精彩 观众就会觉得他们的视频非常有观赏性 不好意思去和他们较真 对于老高而言 没有不好的故事 只有讲不好的故事 看他的视频 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就会跟着他的思路走 有的时候看到了末尾还意犹未尽 即便视频定位是讲故事 但是因为老高的视频中含有大量的科学知识 因此引来了不小的非议 没有学过专业的科学知识 很多专业的内容对于老高来说 只能够临时抱佛脚 因此在许多科学问题上面 老高的不专业性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 例如在一期视频之中 老高说水和水是不一样的 远古的水可以诞生生命 现在的水就不行 而且水可以受热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氢氧燃烧可以生成水 这个过程可以循环往复 释放比核反应还要巨大的能量 这个观点 具备一定化学知识的人 应该一眼就能看出里面的错误 他还说道 人是神的奴隶 但是人有神的智慧 神为了防止人类觉醒 就给人的大脑上了锁 封住了97%的功能 然而这是一个早就被破除的谣言 人脑一生并不是只能使用3% 而且人脑的使用率很高 这些小错误在他的视频里面屡见不鲜 老高的视频除了缺失科学素养之外 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喜欢增加玄学 凡事都要往离奇靠拢 并且为了作证自己 还会否定许多官方的言论 当然敢于质疑权威这种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有的时候用力过猛就显得过犹不及了 例如他曾经花了三期视频去解释阿波罗计划是假的 其中一个理由是 宇航员使用的是胶片式相机 而胶卷是不能在极端温度下使用的 所以登月计划是美国拙劣的表演 先不论胶片式相机究竟能不能在月球上使用 光是美国人放置在月球上的东西 都是被后继的登月者实实在在看见过的 尤其是那块测量月地距离的反光板 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盯着的 根本不可能作假 而他所谓的胶片式相机 无法在月球上使用 这个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 为了能将相机带上月球 相机的外壳上度有特殊的光学涂料 能够阻隔热辐射 从而保护相机中的胶卷不受高温的影响 这一点 在哈苏登月50周年纪念的官方宣传中早有提及 另外更为严重的是 老高的故事当中有着比较严重的态度问题 他有许多关于神学的论调 就像之前所说的 他觉得人的大脑和智慧是被上帝掌控着的 并且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神创论 外星人造人论以及反进化论等视频 在他的世界观里面 地球和月球上都有人类 太阳系有外星人在盯着地球人 人类已经是地球上的不知道第几次文明了 而之前的人类不是成仙就是消失 这种论调很容易影响未成年人的世界观 他们在观看这类论调之后 容易产生身边都是外星人的想法 并且他们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鬼神当道 从而影响心理 因此他的视频受到了许多家长的抵制 但无论如何 老高和小莫带给粉丝的快乐是真实的 就像他们自己说的 这就是个讲故事的频道 至于里面的内容 听个乐呵就好 这里是咸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